三根长短粗细不一的树干搭建在湍急的河流上形成的简易木桥 在四川卢定6.8级地震发生后 成为托起重伤员的生命通道 帮助受灾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这座桥也被称为生命之桥 9月6号 中心设计者跟随森林消防救援人员 前往位于卢定县墨西镇贡嘎布乡青港平村的生命之桥 要到生命之桥 需要先经过落差100多米 坡度近60度的荆棘小道 走过布满乱石的河滩 再翻过近800米长的塌方石堆 期间 余震不断 碎石块不时落下 队员们需要一边观察垮塌面山体 一边迅速通过 穿过塌方体不仅要手脚并用 还要避开树木的盘根错节 经过一顿攀爬 时期时许 记者终于见到了生命之桥 桥上仍不停有消防员在护送着受灾民众转移 今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确保这座独库的正常运转 从我们今天早上6点半接手这座独木桥以来 到现在为止 我们总共转运了接近50来批 100多名群众 据了解 地震发生后 四川森林消防总队甘孜支队77人 第一时间挺进镇中墨西镇青港平村 然而 因山体垮塌断道 一条湍急的河流成为横亘在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之间的最大障碍 为了能将河队案的受灾群众转移至附近安置点 甘兹州森林消防支队雅江大队大队长张国胜带领队员跨河后 现场砍树搭建起了一座简易木桥 三根树干 几条绳索 一个担架 两个消防员 走河道 爬山 张国胜直言 每一次上桥转运伤者 消防队员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通过人员和无人机来寻找最佳的搭桥的位置 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共翻成了四个小组 第一组由卫生员迅速进入村里之后 对清伤病员进行了诊治 第二组迅速制作了担架 将病重的伤员转移到距离河边的空险地 第三组救济取材 制作检易木桥 既自主 我们把它放在河的对面来接应众杀员 清港平村二组村民邱学青听说老家发生地震 连夜带着同乡回家看看 原本畅通的回家之路因地震受损 但看到河上驾木桥让他心里感到慰藉 哎呀 心里特别烂瘦啊 看到这一幕 心里特别烂瘦 原本是这条路嘛 跟着这条公路上去的 跟着这个大桥过来的嘛 谢谢谢谢消防队员 谢谢他们 据悉 6号清晨 甘兹州森林消防支队 康定中队队员在原有检易木桥的基础上 再次进行加固补强 截至9月6号18时许 救援人员通过生命之桥 成功将300余名民众转移完毕 其中包括重伤员29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兹州森林消防支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兹州森林消防支队